哈利路亚 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 大家平安 晚上我们来学习主的羊也跟随主 今晚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主的羊也跟随主 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约翰福音第十章 约翰福音十章我们看二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 十章二十七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这里主耶稣讲到主的羊的几样特色 主耶稣讲到主的羊有几样特色 一个就是主的羊听主的声音 一个就是主的羊听主的声音 第二个是主认识学识他的羊 第二个就是主认识这些声音是他的羊 第三个就是主的羊也跟随着主 第三个就是主的羊都跟随主 那也因为主的羊会跟随着主 因为主的羊是跟随着主 所以就能够被神带领 所以先可以被神带领 能够进到主的羊 可以进入主的羊 也能够走在主要他走的道路上面 可以走在主要他所行的道路上 那为什么也能够跟随主呢 为什么羊可以跟随主呢 在27节一开始就讲主的羊听主的声音 27节就讲到主的羊是听主的声音 主的声音就是主的真理 主的声音就是主的真理 那跟随着主的真理就是跟随主 就有办法走主所走的道路 有办法走主要走的道路 那跟随主的声音也是跟随圣灵 跟随主的声音也是跟随圣灵 那圣灵会在他的心中动工 圣灵会在他心中动工 他能够顺从圣灵的感动 可以顺从圣灵的感动 顺从圣灵的带领 那这个就是跟随主的意思 这个就是跟随主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哥林多前书的12章 哥林多前书12章我们看第3节 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 12章第3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就座的 这里讲到一个人能够认识主耶稣 要有圣灵的感动 他才会承认耶稣是主 尤其当时的教会 信耶稣就要受到逼迫 那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 他就没有这样的胆量 来承认耶稣是主 他就没有这种胆量 来承认耶稣是主 那这个就是圣灵感动 他就能够来认识耶稣 这样才有办法跟随耶稣 这样才有办法跟随耶稣 我们可以再看约翰福音的16章 约翰福音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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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第8节 第8节 圣灵来了就是能够了解自己的错误在哪里 那这样子才会改变 才能够归向神 来做主要我们走的道路 所以能够跟随主 就是因为圣灵会在他的心中动工 会感动他 他就知道说耶稣是救主 谓耶稣是救主 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畏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 认识了主耶稣 他就深深了解不信耶稣就是最大的罪 他就会深深了解到不信耶稣才是最大的罪 会觉得自己罪恶甚重 没有认识耶稣总觉得自己不错 但认识耶稣就会自觉罪恶甚重 就晓得要回转归向神 那为义是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来证明主耶稣他是义者 他并没有犯什么罪 他的死真的是为世人的罪 他因为他是义者能够从死里复活 归回到父那里 归回到父那里 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意 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得着这个意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意 这个才是真正的意 不是我们过去自认为意那种态度 并不是我们过去自以为意的那种态度 为审判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寿的审判 主耶稣死而复活就定了魔鬼的罪 就努力了魔鬼 魔鬼就受到了审判 等候将来的这个刑法 所以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 我们能够了解自己的不对 很自然就会回转 就晓得来跟随主位书 那这个就是能够主的羊能够跟随主 就是主的羊可以跟随主 因为圣灵会帮助他 那13节讲到真理的圣灵来了 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明白真理才有办法遵行真理 明白真理才有办法去遵行真理 这个明白圆文是做进入 这个明白圆文是做进入到真理里面 就是你有办法遵行真理 就是你有办法去遵行真理 活在真理的里面 那这个就是圣灵的带领 这个就是圣灵的带领 那活在真理里面 这个就是顺从主耶稣 那这个就是圣灵的带领 那这个就是圣灵的带领 这14章的26节 第14章第26节 这里讲到圣灵要在一切的事上指教你们 也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各样事圣灵都可以给我们智慧聪明 所以各种的事情圣灵可以给我们智慧聪明 有时候我们对一些事怀疑 不晓得怎么样走 不晓得哪条路才对 我们晓得靠圣灵祷告 圣灵就会帮助 会让我们自自然然有那个聪明 路自然就越来越清楚 有时候很快的一下子圣灵就让我们了解 有时候很快圣灵就让我们去了解 那指引我们走当行的路 那有时候是不是记得让我们想起主的话 有时候会让我们想起主的话 来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 来指引我们当行的道路 那因为想起主的话 我们就知道说这样才对 因为想起主的话我们才知道这样做事 我本来的这样不对 那这个就可以指引我们的道路 那一个人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一个人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自然内心就有平安 所以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这个平安跟世人不一样 世人的平安是建立在环境上面 我们的平安是环境不平安心还有平安 这个就是耶稣要示的平安 所以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自然就没有忧愁没有害怕的事 因为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因为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所以圣灵来就是要指引我们 那这样子我们就能够来跟随主 那么我们才可以去跟随主 能够被主引领 可以被主引领 来进到主的教会 来进入主的教会 能够有办法走在主的道路上面 可以有办法走在主的道上 来领受主要给我们各样的平安福气 那第二个能够跟随主的意思 就是效法主 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 约翰福音十章我们看第四节 十章四节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要走在前头走 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这里将放出自己的羊之后 就是当放出自己羊之后 这个牧人就走在前面 这个牧羊人要走在前面 这个是巴勒斯坦那里的地方的情形 这个是巴勒斯坦各个地区的前面 跟纽西兰 澳洲 加拿大 那个不一样的 跟纽西兰 澳洲 加拿大那些都不同的 因为这些地方的羊就是活在草场上 因为这个地方的羊是在草场上面 不必牧人给他找草场 不必牧人给他找草场 巴勒斯坦的羊是牧人要带到草场去的 巴勒斯坦的羊是牧人要带到草场去的 那羊没有方向观念 羊并没有方向这个观念 他不晓得要往东 往西 他不知道 他向东 向西 他都不知道 但是羊很顺服 但是羊很顺服 不能走前面 他就一定跟着走 牧羊在前面走 他就会跟着走 所以放出羊来 就在前面走 所以他放出羊来 他就要在前面走 那羊也跟着他 羊都要跟随他 因认得他的声音 已经建立了一层亲密的关系 一样的 我们要跟随主 也是要跟主有建立这一层关系 一样的 我们要跟随主 就是要跟主建立这一种的亲密关系 就是以主为可靠 就是以主为可靠 如果我们不认为他可靠 怎么会跟随他呢 如果我们认为主不是可靠 为什么我们要跟随他呢 就是跟他有这一层亲密的关系 认为主是可靠的 这样我们就会跟随他走 就会很放心地跟随他 那这个就是指着主留下这个榜样 要我们照着他的榜样去做 这个就是跟随主的意思 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十一章 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看二十九节 十一章二十九节 十一章二十九节 这里主耶稣呼召我们要学习他 主耶稣叫我们去学习他 说我心里如何谦卑 你们要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的心就可以得到安息 所以说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柔和谦卑 所以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柔和谦卑 那主的羊是会跟随主的 主耶稣是会跟随主的 主耶稣留下这样的榜样 主耶稣留下这样的榜样 那我们是主的羊 我们当然要学他 我们是主的羊 我们当然会去学习 就是要跟随他的脚中行 是要跟随他的脚中行 来学习主耶稣的柔和 主耶稣的谦卑 像主耶稣的门徒李悦 雅各约翰这对兄弟 脾气很大 发脾气上大蕾 所以主耶稣给他取外号叫做蕾子 两个人叫做蕾子 但是他们能够跟随主 但是他们可以跟随主 借着道理的帮助 借着道理的帮助 圣灵的帮助 圣灵的帮助 他们能够改变 尤其是使徒约翰 尤其是使徒约翰 他写的书信里面 一再讲到这个爱心的道理 在他的书信当中 一再强调爱心的道理 能够学习主的这种样式 那这个就是主的阳 所以主的阳是会跟随主的 我们信的主耶稣要能够改变 这样才是主的阳 这个有一个字面 信来我们教会信主一年 因为他本来是其他教会的 因为他本来是其他教会的 主耶稣跟他讲说你不干净 主耶稣跟他讲你不干净 因为他一直认为我已经受洗了 因为他一直认为他已经受洗了 不需要再受洗 当主耶稣跟他讲你不干净 他才知道说我原来我这个洗礼没有用 当主耶稣跟他讲你不干净 他才发觉到自己洗礼是没有用的 才下定决心 重新在我们教会接受洗礼 得到圣灵 这样受洗一年之后 隔年换他先生来受洗 第二年他的老公来受洗 他先生受洗的时候 我们就坐一台车要回来 他跟另外一个姊妹在那边讲话 他是讲那个客家话 他在那边讲客家话 客家话我是没有学的 我是不懂客家话 但是奇怪的他们那天讲的句句 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奇怪的他们当时所讲的我都听得一清二楚 他主要就是讲感谢神 从我来到我们正耶稣教会之后 又来到正耶稣教会之后 这样一连下来 很奇怪 很奇怪 我现在不晓得怎么发脾气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发脾气 以前照顾那个孙子 那个孙子也是很调皮 以前照顾那个孙子 那个孙子都是很矮的 我常常发脾气 经常发脾气 不听话 常常发脾气 现在变成说不晓得怎么发脾气 现在就变成不知道怎么发脾气 他自己感觉个性有一个明显的转变 他自己感觉个性有明显的转变 也可能是这样 他的丈夫能够很快一年就来受洗 可能也是有帮助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转变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转变 信主一年而已 马上能够改变 这个就是能够跟随主 那自自然然这个个性 就会有一个改变 这个也有一个子妹 她那个见证是写在圣灵报里面 她的见证在圣灵预行里面 她的脾气不好 都没有改变 虽然信了耶稣没有改变 那什么时候改变呢 他什么时候改变呢 就是生大病的时候 就是病的时候 要生病之前 就是他病之前 主耶稣就给他做一个梦 梦见人家要来取新娘 梦见人家要来取新娘 我们以前向下取新娘 大家都会跑去要看新娘 以前我们在乡下 有取称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看个新娘 哇很多人要去看新娘 很多人去看新娘 他还跑去啊 他都跑去了 问人家 诶 要取学啊 新娘是谁啊 他就问大家 新娘是谁啊 人家说新娘就是你耶 你怎么 怎么还不知道呢 你为什么不知道呢 他说是我啊 他说是我啊 哎呀 糟糕啊 糟了 我那个新娘衣服的布 我已经买好了 他说我生娘 我那件衣服的布 已经买好了 但我那个衣服还没做呢 但是衣服还没做到 还没做就是 行为没有行出来嘛 还没做 就是行为没有行出来 虽然信了主耶稣 但是行为没有改变 虽然信了主耶稣 但是行为没有改变 那一件信仰衣没有做起来啊 好 就是洁白的那一件 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 就是光明洁白的细麻衣 他没有做起来 信仰衣服没有做起来 他的新娘衣服没有做起来 哇 这样就醒过来 这样他就醒过来 这个就是主耶稣在提醒他 就是主耶稣在提醒他 快要把你带回去了 他要把你带回去了 你多衣 这个信仰衣服都还没准备好 但你的新娘衣服还没准备好 那这样怎么带你回去啊 那怎么带你回去啊 所以那个梦做了不久 就开始生大病 他发了梦很久 他就带病 在病中啊 就这样慢慢磨磨 磨到一点脾气都没有 他说一点脾气都没有 难道主耶稣再给他带回去啊 主耶稣再带回去啊 要不能怎么带回去啊 要不然怎么带回去啊 要不然怎么带回去啊 因为你这个样式跟主耶稣 样式都不同 怎么可以回天国 你的样式和主耶稣的样式都不同 怎么可能回天国啊 就好像那个主耶稣是河石 那个大块的河石 四四方方的 你要坐在这个圣殿的上面 你要坐在圣殿上面 一样啊 形状要一样啊 形状要一样 你这边一个脚 那边一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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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凸一块 那边凸一块 怎么放呢 那边又打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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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放多下去呢 你放上去 人家再放上去就倒了 如果你这样都可以放上去 其他人放上去 你上面的话 所以那个都要削得平平的 所以那些东西是要削得很平的 样式要跟主耶稣一样 这个样式要跟主耶稣一样 你才有办法跌在上面 你才有办法是 你才是圣殿的一分子 你才是圣殿的一分子 这样才能完成得救的工作 所以要跟主耶稣的样式一样 这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 要跟主耶稣一模一样 是要我们去努力的 就是要跟主耶稣柔和谦卑 这样子就是跟随主 效法主耶稣的榜样 再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彼得前书第二章 我们看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第二章第二十一节 第二十一节 说到基督鬼我们受过苦 留下榜样 留下榜样 要我们跟随祂的脚中行 留下什么榜样呢 留下什么榜样呢 二十二节说 他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诡 因为如果犯罪做错被受苦 这个是应该的 但是他没有犯罪 口里也没有诡诡 但是他却受苦 二十三节说 他被骂不还口 二十三节说到 他被骂不还口 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 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这个就是主耶稣留下的榜样 被人骂 他不会把他骂回来 默默地忍受 被人伤害 他也不会愤愤不平 讲那些威吓的话 你给我注意 以后你就知道 他不会讲这种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 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就是晓得 这个天父真神是公义的 他晓得天父真神是公义的 一定有公义的审判 善必有善报 恶必有恶报 所以不能别人骂我 我就骂他 这样我也是恶 这样我都是恶 以恶报恶 我也是恶 以恶报恶 我都是恶 他要受的行划大 我也要受行划 他受的行划是大的 但我们也要受的行划 虽然可能比较少 但是也要受行划 可能是比较少 但是也要受行划 所以不能以恶报恶 所以不能以恶报恶 不平 哪里有办法这样心平气和呢 便有可能生平气和呢 就是对神要有信心 就是我们要对神有信心 有办法把这种事交托给神 有办法将这件事交托给神 那这个就是今天主会是选择 我们要走的一条路 这个就是主要选择我们所当行的一条路 就是行善受苦又能够忍耐 就是行善受苦而且可以忍耐 行恶受苦能忍耐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可夸的 如果是行恶受苦去忍耐 这个是应该的 行善受苦又能够忍耐 这个才宝贵 行善受苦但又可以忍耐到 这个才是宝贵的 所以说在二十节讲 这个是神看似可喜爱的 二十节讲到 这个在神看来是可喜爱的 就是这种人是有福气的 那这个就是神选择我们要走的路 这个就是神选择我们当行的路 主耶稣留下这个榜样 要我们按照他的教终去想 所以主耶稣走在前面 我们要跟着后面 主耶稣走在前面 主耶稣走的路是这样的路 那我们今天当然也要走这样的路 我们今天都要走这样的路 这个就是主的羊 这个就是主的羊 因为主的羊能够跟随主 因为主的羊才可以跟随主 他有办法这样做 他有办法这样做 就是能够走主所走的路 可以走主所走过的路 一步一步慢慢来学 一步一步慢慢去学 能够慢慢来跟随主 一直往前走 信仰能够一直往前一直的进步 那这个就是效法主的意思 我们再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二章 我们看二十六节 第十二章 第二十六节 第十二章 第二十六节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随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 若有人服侍我 我服必尊重他 这里讲 如果有人服侍我就要跟随我 若有人服侍我就要跟随我 所以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所以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都要在那里 那这里给我们一个很要紧的观念 怎么样才叫服侍主 我们往往认为服侍主就是做圣工 我们往往以为服侍主就是做圣工 讲到传福音 翻译这些工作 我们往往就是这种观念 认为这样我就是在服侍主 但主耶稣讲的却不是这样 说有人服侍我就当跟随我 有人服侍我就当跟随我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 我在哪里 服侍我的人都要在那里 谁才是服侍主的人呢 就是这些人跟随主的人 这些人才是真正服侍主的人 这些人才是真正服侍主的人 主耶稣说 若有人服侍我 我服必尊重他 那这种人就可以得到父的尊重 这种人才可以得到父的尊重 才不会像有些人说 我奉你的名传道 譬如有些人会说 我奉你的名传道 奉你的名赶鬼 奉你的名行很多义能 奉你的名行很多义能 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你们作恶的离开我去派 你们作恶的离开我去派 在他们认为我是在服侍主啊 他们认为他们在服侍主啊 我做了这么多圣工啊 我做这么多圣工啊 工作这么有狗效啊 他认为我是在服侍主啊 他认为是服侍主 主耶稣一点都不认为他在服侍主 还认为他是一个恶人 从来不认识他 从来都不认识他 叫他要离开 所以这一节圣经给我们一个服侍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圣经给我们一个服侍的人很重要的观念 真正服侍主就是跟随主 真正服侍主就是要跟随主 这些才叫做真正在服侍主 这些才是真正服侍主 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我们先看二十七节 二十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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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努力 要为那传道永生的食物努力 就是人子要刺客你们的 因为人子是父神所认之的 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 众人物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作神的功力 二十九节 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弱的就是做神的功 主耶稣这里给当时犹太人一个观念 耶稣给当时犹太人一个观念 他们问我要怎么样做才算做神的功呢 他们问我们应该怎样做才是做神的功 因为主耶稣跟他们讲要追求永生的食物 主耶稣跟他们讲要追求永生的食物 不是追求这个地坏的食物 不要追求扭坏的食物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 那他们就问我们要怎么样做算作神的工作呢 主耶稣就说信神所差弱的 这个就是做神的工作 耶稣说信神所差弱的就是在做神的工作 那要怎么样信神所差弱的 那是怎样信神所差弱的呢 像这么多人他们看到主耶稣变饼给他们吃 一心一意要耶稣做王 一直追求耶稣 但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 其实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 因为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肉体 并不是为了永生 那这个怎么认识耶稣呢 认识耶稣的特色就是有得救的智慧 认识耶稣的特色就是有得救的 这个才叫真正认识耶稣的 没有得救的智慧 哪里是认识耶稣呢 那得救的智慧要从永生的道来得到 得救的智慧是要由永生的道里面所得到的 所以主耶稣说信神所差弱的 这个就是做神的工作 然后他们又说那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信啊 那他们又说你们行什么神迹要我们去信呢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啊 你看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吃啊 他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的时候 神从天上降玛拿给他吃 那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我由天上来的粮并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 是我父从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 那我父由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的 那他们就说 33节说因为神的粮食 就是从天上降下来 是生命给世界的 因为神的粮就是由天上过来 赐生命给世界的 他们就说主啊把这个粮食赐给我们 他们想的还是那个粮而已啊 他们所想的都是这个粮 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那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永生的道理啊 这就是主耶稣的永生之道 这些道理你吃了你就不会觉得饿 也不会再觉得渴 心就会觉得很满足 那这个就是真正来到耶稣面前的人 那这种人在主耶稣的观念 这种人才是真正服侍主的人 因为你一定要先跟随主 你才能够真正服侍主 那你来到主面前 你一定可以感受到这种心灵上的一种满足 那你来到主面前才能感受到 心灵上的满足 也就是说能够从道理上得到满足 意思就是在道理上得到满足 这些人才是真正跟随主的人 这些人才是真正服侍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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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主羊的特色 这个就是主羊的特色 我们在讲主羊的特色的时候也讲过这个 你的信仰要能够感受到一种满足 你的信仰要可以感受到满足 要从道理觉得满足 要由神的道理里得到满足 这种才叫做信仰 那你这样子能够跟随主 你这样就可以去跟随主 你才是真正服侍主 要不然真的就像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 虽然也会讲道也会行神迹 做了那么多的圣工 结果是耶稣不认识的人 在耶稣的眼中还是一个恶人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怎么样服侍主呢 耶稣讲的就是这样 你就是要能够信耶稣 要领受这种属灵的生命 真正跟随主耶稣 这些人才有办法真正服侍主 这些才是真正服侍主的人 这是我们要有的关键 这里看约翰福音的第七章 七章我们看十八节 十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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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 唯有求那差他罗者的荣耀 这人是真的 作得心里没有不宜 这里主耶稣说凭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 求差他来者的荣耀 这个人才是真的 要求差他来的荣耀 这个人才是真的 因为主耶稣讲我的道不是我自己的 主耶稣说他的道并不是他自己的 是从天父来的 你们立志遵行就可以知道 这些话是出于人还是出于神 因为出于人没有力量 但出于神具具有力量 你照着去做一定能经历神的大能 你按照这样去做就可以经历神的大能 神的帮助 那这个就是主耶稣的态度 那说主耶稣说如果我是凭自己讲的话 那是求我自己的荣耀 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 就是要完全靠天父真实 叫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 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这个人就是真的 在他心里没有不义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样才叫做跟随主 所以我们今天做工的态度也很重要 这个动机也很重要 如果动机不纯正 态度不正确 这样也不是在跟随主 不是跟随主就不是服侍主 因为你没有跟随主 怎么有可能服侍主 主耶稣在东你在西 你怎么去服侍呢 你要帮他装一碗碗都没有机会 你以为你在服侍主 其实根本没有 你以为你在服侍主 其实你并没有 因为你没有跟他在一起 没跟他在一起 哪有办法服侍 所以要做服侍 第一个就是要跟随主 所以要做服侍第一件事 就是要跟随主 就是要做主 跟随主的脚中这样去走 就是要跟随主的脚中去行 那这个就是要在这个道理上 能够得到保足 就是要在道理上面得到保足 在态度上能够全心依靠神 在态度上面要全心依靠神 最后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我们看 十六章的二十四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 二十四节 如果有人想跟从我 就当舍己背十字架跟从我 因为主耶稣一生走的路 就是十字架的路 因为主耶稣一生所行的路 就是十字架的路 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做准备 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做准备 所以他一生受的苦比我们更多 所以他一生受的苦比我们更多 多受痛苦 长经忧患 为什么这样 就是要操练他 要训练他的顺服 因为人不是生来就会顺服 人不是一出生就会顺服 有时候讲也不见得做得到 这种就是要在环境中去磨练 苦难中你能够顺从 这个才叫做真的顺从 苦难当中依然可以顺从 才是真正的顺从 如果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很好走 那谁不愿意走 如果是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那么好走 那谁不愿意走 就是不好走你又能够走 这个才是顺服 就是条路不好走 但是你依然可以走到下去 所以借着苦难就是要训练他的顺服 所以借着苦难来训练他的顺服 刚开始当然苦难不能太大 刚开始的苦难不可以太大 慢慢苦难就要越来越大 最后才能走上十字架这条路 那主耶稣一生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 今天我们如果想要跟随主 就要有这种蛇籍的精神 就要有蛇籍的精神 因为没有蛇籍的精神怎么跟随主呢 有没有蛇籍的精神怎么去跟随主呢 神的路高过我们的路 神的路是高过我们的路 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 神的旨意是高过我们的旨意 你靠你自己不可能喜爱神的道路 你靠你自己是没有办法喜爱神的道路 不可能认同神要你走的路 所以就要有一种蛇籍的精神 所以就需要有蛇籍的精神 这样子我们才有办法来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 这样我们才可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 那这种路不好走 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走得很好 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走得好 像主耶稣要钉十字架的之前 主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 这个彼得就问主耶稣要到哪里去 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的三十六节 那主耶稣就说我所要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能跟我去 主耶稣说我所要去的地方 你现在不可以跟我去 后来却要跟我去 现在不能就是你现在做不到 以后要跟我去就是以后你有办法 那彼得听了说主啊 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呢 彼得就说主啊 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你去呢 我愿意为你舍命 死我都甘愿啊 哪有什么路不能走的呢 他对自己信心满满 他也有这样的信质 但他就是不了解自己的软弱 三十八节主耶稣说 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三十八节 耶稣问他你愿意为我舍命吗 我实在告诉你 我实实在在在 基教于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基教于先你要三次不认我 这个时候的彼得他没有这个力量 因为他连警醒祷告都不会 拿来的力量走神要他走的路 就是经历这样的打击之后 他才知道自己的软弱 他才学会了警醒祷告 他才真正走上信仰的道路 后来又加上圣灵的帮助 所以主耶稣复活之后 向门徒显现 就问彼得的爱心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因为他曾经讲 众人离开我绝对不离开 因为彼得说过众人离开他 他绝对不会离开 我的爱胜过一切的人 主耶稣就用他讲过的话来问他 主耶稣用他讲过的话来问他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是不是比这些更深吗 就是比这些人更爱我吗 是不是比这些人更爱我呢 彼得不大好意思讲 主耶稣比得不是那么好意思 他说主啊 适得我爱你 他说主啊我爱你 不敢再讲大话了 他不敢讲大话了 因为三次不认耶稣 他知道自己的软弱 所以说主啊我爱你 连续问三次 因为他三次不认耶稣 主耶稣连续问了他三次 问到第三次彼得开始忧愁 就是想到三次不认耶稣 但是啊那个时候主耶稣就对他讲 那时候主耶稣就跟他讲到 你年少的时候你想去哪里 就可以去哪里 你年少的时候你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但年少的时候人家要帮你 把你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但年老的时候人家要帮你 帮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 指着彼得要怎样死来荣耀主耶稣 所以最后听说这个罗马开始大逼迫的时候 听说罗马大逼迫的时候 他逃出城外去 半路碰到主耶稣 问主耶稣你要去哪里啊 他问主耶稣你去哪里 我要去定十字架 他说他要钉十字架 彼得一听马上回头再回去 他一听完之后就立刻翻过去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主要他走的路 所以就转回头回去罗马城 所以他就翻过去罗马城 被抓然后就被判死刑 被定十字架 他要求到定 因为他说我不配跟主耶稣这样正正的定 他要求到定十字架 因为他觉得不会跟主耶稣一样 真的就是跟随了主 主耶稣讲的话没错的 后来你却要跟我去 所以主的羊能够跟随主的 所以主一样可以跟随主的 虽然有时候一下子做不到 但既然是主的羊 但既然是主的羊 他会跟随主一步一步 慢慢能力就可以到达那个地步 很自然就有办法达到那个境界 我们今天就是这样 我们的信仰也不是一下子就很刚强 信心爱心不是一下子就非常的好 信心爱心不是一下子就非常的好 也是一步一步的跟随主 信心就越来越好 信心就越来越好 爱心也是一样 到有一天能够跟主一样走上 有办法走上这一条牺牲的道路 有一天就有办法可以跟主一样 这个就是跟随主的道路 那既然主的羊说 我的羊也跟随我 既然主的羊说到我的羊是跟随我 表示我们有办法跟主一样的 我们主的羊一定一步一步跟随主的 我们是主一样一定是一步一步跟随主的 信仰自然能会一直成长一直成长 信仰是很自然的一直成长 很自然是长大成人的 很自然是长大成人 哪有说一直成长不会长大成人的 哪有可能是一直成长但是不会长大成人 一定长大成人 一定是长大成人 一点困难也没有 很自然就是会走上这个路 好自然就会走上这条路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有的了解 也要有的信心 所以主耶稣所讲的 我的羊也跟随着我 这句话非常宝贵 我们对这个话要有信心 这个就是主的羊能够跟随着主的道理 这个就是主的羊要跟随主的道理 我们求神帮助 再来唱诗 称 sec 108首 108首 188首 感谢观看